就是不毛肚子地 没有生长东西的地方 没有东西吃 就发愿你某个程度是可以语解的 上帝看到他们有东西吃 就给他们吃什么呢 麻辣 所以他们会给他们麻辣的时候 他们有东西吃 他们就心里比较好过 但是他们以色列的人就说 我没有东西吃 我也没有肉吃 上帝就说好 我也没有肉吃 以色列人跟摩西发言说 帮得我们导死在埃及 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宝子 给他们埋怨这样的眼睛 不是开玩笑的话 说你看我也没有肉吃 上帝就为他们预备了安全死 他们有东西吃 但是我们平常来讲一件事情 他们忘记了 是他们要求丹帝 带给他们出色列人 如果你看出来这地的话 就是当他们一开始生活 他们在受苦的情况 他们呼求出神 带给他们脱离这个为奴的生命 神列取了 是出来的一百元 无论怎样我们继续往前面看 以色列人离开的话 里面的时候 就来到另外一个地方 往内路走 就来一个地方叫利北京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们上帝就说 摩西又按着神的风格 尽打核裂的凡事 打核裂的凡事 打核裂的凡事 核裂的凡事就流出水来 又供应给以色列人 因为这个地方 以色列人 我跟你说是一个很长的 蛮有的凡事 大家都知道 用没有水 不够水 他们来到这一番利北京的时候 那里的水源在那一年 是不足够的 不够他们多少人口 两百万人口 不够给两百万人口 所以他们发现一年 或是按着神的指示 就寄打核裂的凡事 使他们有水可以喝 也在利北京 我提了一样的事情 因为你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问说 为什么以色列人 要走事情 而不是用光的世界 你知道在利北京 也发生了另外一件事件 就是以色列人 要跟亚马尼人发战 亚马尼人 他们是跑来跑去 亚马尼人的部落 他们专利欺负一些人 夺取一些东西 为他们的公屋 他的职业来的 摩基说 你这样下去就算了吧 你天天有人在欺负 你不保护自己 在那个时候的时候 你很可能你这个民族 会收到很大的伤害 而且他们的物品 会被亚马尼人 就说了 没关系 现在室第一阶段 再来 人Run